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 有网友发帖吐槽 自己乘坐的美国达美航空BL287号航班 在飞往上海的途中 与俄罗斯边界上空突然掉头返航 把本该回国的大批中国成贺又带回了美国 该网友在帖子中戏称 不排除此举是机组人员 希望早日回家过个圣诞节 才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飞机空中来个原地U-turn的案例 确实不太常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规定 BL287是美国第三大航空公司达美航空 两条符合五格一规定的直飞航线中的一条 由西雅图飞往上海 每周二周四各一班 这趟中途返航的航班 原计划于美国当地时间 12月21号晚 22点59分 从美国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起飞 惊停航国仁川机场 于12月23日早晨6点10分 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当飞机正在俄罗斯上空时 航班机长突然广播通知 由于中国入境政策临时发生变化 航班上所有人的健康码不被认证 所以飞机将重回到西雅图 稍后有记者联系上海浦东机场 相关负责人确认情况 结果该负责人表示 该航班未进入浦东机场 也未入境中国 且不清楚目前国内防疫政策 具体对该航班产生了什么影响 据了解 飞机上有许多美国留学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 加上很多人的防疫健康码也面临过期 美国负责处理防疫码以及签证等延期工作的部门 正在圣诞休假中 机上许多乘客都将被迫面临非法入境的局面 关于这趟航班还有更多蹊跷的事情 可以说是在起飞前就经历了一波三折 正如前文所讲 21号晚间为本次航班的原定起飞时间 结果在快到起飞时 有一位老先生哮喘发作 不适合乘机 需要送下去医治 大家就配合机组人员等待了半个多小时 可到了延时后的起飞时间 机组人员又通知说飞机需要加油 大家只好又等待了半个小时 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 廊桥在两个小时后重新接轨飞机 机长告知由于联邦法律的规定 因为之前的事情耽误 机组已经超过了工作时间 航班取消 第三次接到机组人员通知 航班起飞时间需要再次延后 改为当地时间 22号的15点 稍后机组人员便请大家下飞机 大家都下了飞机 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凌晨1点被告知安排到酒店入驻 之后看了看航班信息 起飞时间改到了晚上8点左右 赶往酒店的大巴上 大家又收到了航班信息 起飞时间改到了晚上10点多 到了第二天晚上的10点多 此时DL287更名为了DL9891 按计划22点起飞 24号凌晨3点22分在上海浦东降落 这次的飞行路线基本上要飞过 白令海峡 俄罗斯 惊停韩国再到上海浦东 结果到了起飞时间 大家又接到了新通知 飞经俄罗斯的材料 达美航空还没有办理好 让大家再等等 大家又等候了半个多小时 试想一天时间航班沿途的申请还没有办理好 这可是全美第三大航空公司呀 难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提前回家过节目了吗 最终在22号晚11点 飞机终于起飞 然后就发生了半路掉头的一幕 在飞行了约6小时后 很多正在睡梦中的乘客被喇叭吵醒 被通知返航 更奇怪的是 返航只用了三个半小时 要知道机长通知大家要返航时 可是已经起飞了6个多小时呀 达美航空对于飞机折返事件 一直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直到购完了圣诞长周末 一份书面说明 才通过电子邮件姗姗来迟 邮件指出 达美航空DR-287航班 在由西雅图飞往上海途中返航 原因是得知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本航班执行过程中实施新要求 客机在上海地面停留时间 因而将延长 超出达美航空所能预留的时间 稍后立刻有中国媒体 向上海机场集团和中国民航局进行求证 民航局方面回应称 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紧接着 中国驻郡金山领事馆27号发布公告称 近日 多班自美飞往中国的航班延误或取消 某航空公司甚至出现航程过半后返航的情况 中国驻美使馆已向该航司提出严正交涉 公告还表示 中国驻美使领馆将继续敦促有关航空公司 保障乘客正当权益 同时再次提醒 疫情之下 复华仍要坚持 非必要不出行 为出行顺利 请慎重选择航空公司 由此看来 达美航空很有可能是内部协调出了问题 却直接甩锅给了上海浦东机场 目前 该架航班的后续航班皆被取消 除了被原机带回的几百名中国旅客 还有另外成百上千的归国人 将面临不知到何时的制度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